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到淑联教室 现在我是继续讲 轻松得胜这个处理生命的方式的第八点 就是讲到 靠着医治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处理我们任何的伤害 性情上的问题 负面思想和情绪 和负面潜意识 现在我是讲到处理性情上的问题 我们可能都接触过很多人 可能他们很有才干 或者很成功 但可能他们在性情上有问题的时候 以至他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有些人说我生出来是这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有不同的性格 但每一个性格是有健康型的和不健康型的 当我们分辨到健康型和不健康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帮助自己脱离那些不健康的部分 而有一个健康的性格 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当我们时时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会柔和谦卑 有平安喜乐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性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健康 有些人是有一个追求完美的性格 他就觉得自己追求完美 看到世界上很多不完美 就觉得很多时候很容易猛症 其实猛症是一个不健康的 追求完美的性格的一个特色 一个人如果他经常追求完美 而不健康是会怎样呢 很猛症 经常看到人的不好 经常会批评 想人改的时候会很猛症 经常看到人的不好的地方 于是就觉得 为什么个个人都做得不好呢 这样的时候他又辛苦 跟他一起相处的人也很辛苦 但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怎样可以变成一个健康型的性格呢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 其实神也很完美的 神也想我们改好的 但是神是会用一个很柔和的方法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用的方法是怎样呢 用圣灵感动我们 是很柔和的 当我们受圣灵感动的时候 我们有时会心里面有一种感动 对啊 我得罪神 我得罪人 我们就会去改的 就是神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越来越更加完美的 那我们也可以学神 就是怎样呢 当看到人不完美的时候 首先我们欣赏他好的地方 譬如小朋友 计数 计数 计数都计不了 那我们可以欣赏他什么呢 哇 你真的很努力 你计不了都这么努力 你这么努力 一定学得到的 这样的时候呢 欣赏他做得好的地方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说 他既然学得这么慢 我怎么办法呢 当你去思想去讨过的时候 是会想到办法的 譬如说呢 他这个方法可能不行 有没有其他办法更加可以呢 还有欣赏他 告诉你 其实你的生命很宝贵的 这条数计算到呢 就是你都其实计算到的 你可以下条数计算到的 就是尽量去欣赏他 并且去给他看到 他是很宝贵的 他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做到的 他有些地方学得很厉害的 这件事都可以学得厉害的 当我们去欣赏他 还有鼓励他 告诉他 他是很重要的 神一定给他聪明智慧的 那么他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有时候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帮助 去帮助他做得更好 意思就是说 用一个柔和有爱心的方法 就帮到他慢慢改善了 这样有一个健康型的方法 而不是用猛诊牢草的方法 来帮助人改变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 看周围的人的时候 看到他们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我们就说主耶稣说 你帮助我们 怎样有耐性有智慧去帮助他 逐步的改善呢 那么我们发觉 其实一定有方法的 而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首先欣赏他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用正面的方法 帮助人能够去处理他的问题 现在我又处理另一个 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 感性型的性格 会容易产生的问题 其实神也是很感性的 祂很有感情的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默而外外 且以我们喜乐而欢呼 他是充满感情的 有很多人充满感情 但充满感情的人也有一个问题 有时就会容易情绪化了 容易情绪波动了 容易会低沉了 很多艺术家都发觉 有时那些艺术的观念非常漂亮 但有时又会很容易低沉 他就觉得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低沉 为什么会想起这么负面的东西 这是一个不健康型的感性型的性格 那我们怎么可以变得健康呢 就好像神那样 神是怎样的呢 祂很感性 但是祂很正面的 祂很乐观的 祂时祝福人的 如果一个人有感性型的性格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看东西很负面 其实可以转一转的 就是说 我感受到人的感觉 就是说 我是有这种敏感的程度 我能够敏感人的感觉 又敏感自己的感觉 如果我们善用这个敏感的时候 有什么帮助呢 就会帮助我们 看到这个人有点不开心 于是我们能够去安慰他 又敏感到自己有这个感觉 于是我们就处理这个感觉 所以一个敏感感的人 亦都可以成为一个 帮助自己和别人 处理他的感性上的问题的一个人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 他就没有这么想 他只是 哎呀 我不开心 好烦啊 只想到烦一面 就没有想到 其实我留意到我自己烦 烦呢 我就可以处理我的烦恼 接着我处理到 我靠着耶稣 我可以选择有喜乐 有平安 我不需要烦恼的 那么呢 我也都可以将来 帮助到一些容易烦恼的人 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感性型的性格 就变为一个健康型的性格 其实健康型最主要是什么呢 是时时会祝福人 常常看到凡事都是正面的 神一定有计划的 神一定有计划的 那就不会被我们的 负面的思想和情绪影响了 接着呢 我是处理悲观的性格 有些人觉得很容易悲观 什么都看到负面的 什么都觉得 哇 前路太暗淡了 那就觉得他的性格就是悲观 其实呢 我们可以处理的 悲观的性格很多时候呢 是由周围的人的影响 和自己思想的模式影响 以至我们呢 常常看负面 看到困难的一面 当我们没有耶稣的教导 在心里面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悲观 其实人呢 基本上看到 哇 人们这么不好 那么多问题 这个社会那么多问题 是很容易会有悲观的 那但是 当我们有神的教导 就是说呢 神真是掌管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不是单是一个教导 而是真是应用在这个世界上 神是一个掌管世界的神 是真是呢 神呢 能够在所有跟从祂的人生命中 做奇妙的工作的 在我们生命中 能够做伟大的工作 当我们相信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神呢 你一定帮到我的 我靠着耶稣 你一定祝福我们的 环境如何恶劣 神也一定帮助我们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正面去看了 譬如我们用一个例子 有人说 哎呀 死了 我前面呢 我又没有工作 很烦啊 这样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 是很难相信的 当人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很难相信神 真的能够在这个时候 供应我们的需要 但这个神 我们知道 他是真实的神 并且他是掌管世界的时候 我们跟从他 他真的会祝福 我曾经为过很多人 武功做的人 祈祷 他真是后来很快 发现神 为他预备工作 让我们知道 神真是掌管生命的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有悲观的性格 我们就说 主耶稣你帮助我 正面看这个世界 正面看我们的生命 神有奇妙计划 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的 我形容有时候 有些人会有一个 信仰分裂症 不是精神分裂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信仰 是跟我们的生命分裂了 我一方面相信 神真是 创造天地埋物 掌管一切 但另一方面 又觉得神帮不了我们 这些问题 要自己解决 于是我们的心 就会很急躁 很牢躁 经常看到不好的东西 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 圣情上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很多 圣情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将 耶稣的教导应用在生命里面 但当我们真的每一天说 耶稣在爱我的 耶稣在祝福我的 耶稣在发挥我的生命 并且耶稣在祝福 每一个周围的人 个个都是神所看重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正面看生命 也会用柔和的方法去帮助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圣情又会变得 有爱心 有柔和 有谦卑 靠着耶稣 我们真的可以 在所有的圣情上得胜 但很多时候 人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如果愿意 接受人的劝告的时候 去处理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我们的圣情 更加越来越像耶稣 愿主祝福大家 更加有耶稣的柔和谦卑 在北约和谷卑 感谢观看